全球的科技巨頭都在封AI 一直被認為在場邊關在的蘋果 他們在股東鬧會不忍了 也全說了 說了什麼呢 警長庫克講 我們要放棄做蘋果電動車的計畫 轉而全力的支持AI 而且今年會公布生成式AI 還誇口 蘋果一直有在發展AI 最好的AI筆電就是Mac電腦 而蘋果最近飽受銷售不佳的雜音困擾 因為輝達發展AI持續領先 讓蘋果壓力很大 三星AI手機也一直在後面追管 蘋果的庫克放棄汽車夢 AI大咖全員到齊 這AI股強談 我想問陳彥哥 證明老AI還是台股的第一強嗎 對 實際上這一次庫克 你看他在股東大會的時候 針對AI這個部分所做的回憶 我覺得真的非常的重要 因為大家都知道 其實就蘋果來講 它有這麼多優秀的工程師 他們擁有全世界最頂尖的一個技術 為什麼在AI這一塊 大家一直覺得它的反應特別的慢 也反映在它的股價上 人家揮打股價在創新高 它卻很疲弱的一直在修正 甚至很多人會覺得說 巴菲特是不是這一次又看錯了 可是你看這一次 他做的一個回應是什麼 他說其實我們在AI這個領域 其實早就已經很深入的在研究 我會在6月的時候 就庫克倆我會告訴大家我們的突破 所以我們不是沒有在做 只是我覺得時機還沒承受 還沒有需要到告訴你的那一天 6月份的開發者大會 就給看到蘋果的壓箱寶了 但是我覺得投資人其實很急 所以為什麼他今天先透露了這個訊息 我覺得這是非常重要 因為你不能別人如火如荼的 在不斷的股價在創新高 甚至AI領域不斷的在發佈新的訊息 你在旁邊一直看 對 你不看 我們也有 我們也有 有什麼 你要講 好 再來就是說你人工智慧 包括Vision Pro 手部追蹤這個 還有你Apple Watch 心跳這個 這個是AI 你們不知道嗎 我說我們早就有了 因為在我們裝置上面 本來就有AI了 就是不知道 因為你沒講 你沒有說其實你已經有這些 甚至Siri的部分 其實早就已經跟AI結合 那為什麼突然之間 我為什麼庫克要趕快很簡單 而不是像過去這種很悠閒的態度說 沒關係 我後發先制 現在誰在跟你後發先制 你看這個SORA 它生成的這支影片 它拍這個影片是什麼 一個超跑 它從後面拍攝了這個影片 那你知道這樣的一個影片 一般來說 你看這個影片 一般我們的想像是 我開在超跑後面 我去錄製的對不對 用手機錄製 那我的手機畫質要很好 而且我的速度要跟上 我開車的速度也要跟上 當然這樣是很危險的一件事 你到底是開車的人拿手機拍 還是旁邊的 這個也不曉得 可是實際上 當你在討論這件事的時候 你就掉入他的陷阱 因為從後到尾就是SORA 做出來的一支影片 AI的生成影片 AI的生成影片 那我問你 如果庫克看到這個的時候 說實在如果他再不緊張 他再不跳出來 我認為他沒有資格 繼續執掌大旗 對 因為SORA這個影片 你不要看他單純是在 這個超跑後面跟 這超跑速度是很快的 很快的 而且你注意看 影像 光影 包括夜景 這各方面的掌握度 實際上非常非常好 這個也是 我覺得為什麼 你看這個庫克 他直接宣布說 我們退出 不玩了 不玩電動車 我跟你講 你不能一直想後發限制 電動車現在的發展 已經這麼成熟了 滲透率也急劇的攀升 有兩個問題 你蘋果能解決嗎 電池的問題 還有自駕系統的問題 如果你現在提出來的 整個解決方案 沒有辦法大幅度的解決 這兩個問題 你現在提出來沒有意義 而且你看 從我們這麼期待 這麼期待 Apple Card 我們節目也講過 那個造型如何 然後用手機 就可以當鑰匙等等 到現在 八字都沒一撇 乾脆放棄算 所以很有趣 他要解散這個泰坦計畫 花多久的時間去解釋 也不用什麼解釋 我們解散 合理 完全不留戀 不是 有什麼好 你花了這麼久的時間 投入了這麼多的資源 到現在 這個馬斯克的人家新車 又一步接一步一步 BRD一步接一步 還可以潛水 還可以在水上飄 你的車子在哪裡 你在幹嘛 不需要 當然你看我剛才講Siri對不對 所以實際上 我們一直在講一個東西 叫深層式的 深層式就是你輸入文字 它回答你 另外一個SOLA的影片對不對 大家都忘了一件事情 蘋果的Siri 最早誰能夠跟手機 跟手機對話 我跟手機講話 手機告訴我接下來要做什麼 就是Siri 最早就是Siri 就是Siri 那你說它有沒有能力 它有沒有技術 它到底有沒有辦法 跨越這個門檻 然後成為一個我們講 語音AI辨識的 回到它一開始的頭號的品牌 我覺得一定可以 所以Siri一定會成為它的救世主 那你要去想 基本上這個部分庫克都還沒有透露他接下來的計畫 所以一定要特別注意 我覺得這個部分你一定要特別注意 好 希望庫克這次股東大會上面快刀斬亂麻 把這電動車計畫喊停 要來發展AI的決心 六月份可以給大家市場一個驚豔的展現 可是你說蘋果手機拚AI大家很期待 但是其他對手也是跑得很快 好 我先講 就是說實際上它這個訊息出來的時候 蘋果股價就往上衝 所以大家買單 其實大家真的買單說你要往AI衝 為什麼 因為連庫克自己有講 你們在講AI PC 我的Mac就是了 你們在講AI PC 我Mac很容易就辦到AI手機等等 所以其實各家品牌也拚得很兇 你看三星 這個是什麼 Try Galaxy on your iPhone 這個很諷刺 你不用拿我的這個三星的手機 我讓你在蘋果上面去感受一下 什麼叫AI手機 也就是說你安裝我這一個有沒有 Try Galaxy 接著你就可以去試 這個真的很厲害 你知道它到底有幾個功能 其實我有深入研究 因為我本身 我三星跟蘋果的手機我都有 那我現在想要換機 我就開始在思考 如果蘋果沒有換機沒有意義 你知道三星它的功能 什麼叫即時翻譯 你今天看到一個外國人 你就直接手機拿出來 它講什麼手機直接翻譯給你聽 不用像過去很尷尬 它講什麼 我錄起來 然後再貼 再轉 沒有這一回事 在網路搜尋 你知道這需要多大 因為它不是資料庫的概念 它完全就是即時的一個辨識 包括寫了一堆筆記 哪些重要 哪些不重要 它幫你整理 還有包括聊天的過程中 幫你做即時的整理跟翻譯 還有你知道今天我要做一個搜尋 我今天看到一個畫面 一個照片 一家餐廳 或者是說我看到明君的老公 在某一個地方 我把它拍起來以後 他在哪裡 我傳給你 你直接圈起來說他在哪裡 就知道了 然後他直接跟你說 這個三星功能我覺得很棒 蘋果也可以用 我勸各位太太們不要隨便亂用 因為你會掌握到不可知的訊息 然後包括輝達現在在這個AIPC 它直接給你降低門檻 因為Intel說他要做 那你又要CPU又要GPU又要NPU 輝達說不用 我這一顆進來 你直接就變成AIPC 我讓你的進入門檻 大幅度降低RTS1000 RTS500 所以他直接可以讓你的筆電 原本的CPU效能提升14倍以上 直接進入AIPC 請問這樣子的武器一出來 你不害怕嗎 那當然我覺得蘋果的這個訊息 對馬斯克來講他最開心了 別人的失敗是我的快樂 我剛剛他睡覺應該做夢都笑醒 為什麼 因為他原本最害怕的對手 我真的覺得是蘋果 因為他會覺得說 他們研發能力這麼強 一旦後發現是不得了 結果現在一看 沒事了 馬上再推一個 Model 3 Performance 我們趕快來試一下 對不對 繼續衝 繼續拚 所以你知道這個訊息出來 真的讓特斯拉股價回魂了 終於 要不然過去一段時間 特斯拉股價一直跌 獲利 出貨 這些數字都不如預期 而且不只特斯拉股價跌 連福特 不只特斯拉股價漲 福特也漲 東京也漲 所以你就知道大家多怕蘋果 實際上蘋果真的專攻AI 我覺得是對的 對 集中火力 的確我們看到 蘋果放棄了電動車要來攻AI 對於台股的AI來說 如虎天翼 尤其今天AI一軍全數的大漲 這邊要問陳彥哥 為什麼AI長線題材大家都認同 可是股價的強弱就有別 Mindle AI 我們今天抓兩檔股票來看 一個是之前有人在高檔套 但今天反彈的 另外一個是創高無極限 持續攻高的散熱族群 兩塊怎麼樣來做操作 基本上伺服器這個區塊 我覺得還是會持續的增長 為什麼今年第一季伺服器的股票 我們就舉音業達 因為包括廣達偉創 這個我們都講過 那我們舉另外一檔 價格現在相對比較親民的 基本上其實原因很簡單 因為真正伺服器營收 要在持續增高的關鍵時間點 會是在第二季快結束 進入第三季的時候 有料對不對 對 因為之前缺AI晶片 對 那現在台積電的這個COAS 數量開始跟上 可是還是不夠 所以還是不夠 不過我們看到 像是月光 晶圓店 他們也開始切入這一塊 下半年的量 整個會補上來 這是原因 那當然疊下來以後 為什麼會反彈 就是蘋果的訊息 非常的重要 讓大家 因為如果連蘋果都跳進來 這個趨勢勢不可擋 原來今天漲的原因 陳昀哥認為就是蘋果也要 沒錯 這是確立的 這是確立的 當然你說 如果是MWC的話 那前幾天就漲了 對啊 對不對 好 那現階段 這個缺口的部分 剛好守住 而且就是昨天這個下影線 所以我認為這是安全的 所以假設我今天要回頭 重新布局 可不可以 我認為可以 你不用擔心說 會不會是一個假性的死貓跳 就是反彈結果是死貓跳 我跟各位講不會 好 因為AI這個趨勢 這個產業是確定的 當然有些股價比較高 本益比太高的 那我們就擔心反彈的幅度 可是像音業達 其實它目前本益比 其實都還沒有大幅度擴增的情況下 加上股價比較低 大家也會去思考 好 那這個股價低 也比較有想像空間嗎 這是一個 好 那另外一個就是 你剛才講到散熱的部分 其實散熱現階段來講 對整個AI伺服器來說 真的非常的重要 真的非常的重要 所以你會發現說 前一波 我們剛才看到音業達 在修正的這一段 包括廣達尾創 在大跌的這個過程 散熱其實沒有什麼跌 真的沒有什麼跌 而且你去想一件事 我往往講 強者很強 而且能夠率先反映的 代表它的數值 整個是特別好 所以你看 雙猴 跌它沒跌嘛 對啊 對不對 昨天你們在測試底部的時候 它是紅K出去 所以今天一回神 它馬上紅K再攻 因為禮拜二大盤 突然盤中擊殺 就散熱居然還不跌 還不跌 還收紅K 那假設今天反過來好了 禮拜二它漲 今天人家再漲它跌 那就不對嘛 我懂 可是今天它又更強 代表趨勢性是很明確 那在這裡為什麼要特別 我要特別講雙猴 因為實際上它的獲利是 起紅 接近起紅的一倍 可是兩個股價差不多 差不多啊 這個就有趣了嘛 所以到底誰被低估 誰被高估 高下立判 所以為什麼 今天它的走勢 相對也比起紅強 那我放的是這一支 原因在這裡 好 把握這兩天的好天氣 要變天了 這一波封面過後 大陸冷氣團又要來了 就在週末 除了氣溫 今天就這樣之外還會下雨 因為這個週末是又濕又冷的 接入三月份 怎麼北半球還沒有春天的感覺呢 就連上海也是冷到冬不到 上海最大最高高樓 也是中國第一高樓的上海中心大廈 這頂樓竟然冷到結冰了 可是北半球冷氣 但南半球卻是水深火熱的 被巴西北部的野火暴增四倍 墨西哥還有火山爆發 怎麼會這樣子三月份 一個地球天災不斷 週末 哥 讓人家感覺好像是 末日要來了 是 那我們先跟觀眾朋友 簡單講一下這幾天的天氣概況 受到東北季風的影響 那麼明天封面一旦通過 加上強烈大陸冷氣團會跟著南下 所以觀眾朋友會很明顯發現 今天深夜一直到禮拜五 禮拜六都冷 很冷 穿多一點 禮拜天會稍微回暖一下 到下禮拜一 禮拜二都稍微回暖 但到了下禮拜三 同樣的狀況 封面又會再度通過 冷空氣又會再度南下 所以大家在這幾天 衣服要用洋蔥式的穿法 不過講到明君剛剛所說的 冰封事件 中國上海這棟大樓 真的是讓人家看得驚心膽跳 為什麼 一棟中心大廈竟然整個上面結冰 怎麼可能會有建築物結冰這種事情 它是沒有人在管理 怎麼可能 我們為什麼會說看得驚心多破 因為你整個結冰 我們第一個想法就是 在裡面的人是不是也跟著被結冰 當然裡面有空調是不會 只是說冷成這樣子 你知道那個風 很多人炒菜的油倒出來都像蜂蜜 大樓外觀看起來像明天過後 我們現在走進去看 因為我們剛就很好奇 裡面有什麼樣子 裡面不是有暖氣的 結果裡面 也是結冰 跌破眼鏡 也是結冰 不過我在猜 這邊應該是沒有人會來的 就是頂樓部分 好 因為有人講 中國大陸不是有一部電影叫做 什麼 流浪地球 美國是有一部電影叫明天過後 他們說兩部電影的既視感 都在這棟大樓的頂樓出現了 我看到有時候 不要懷疑現在集團氣候 會帶來的一些地球意象 而且也考驗了生物的求生意志 湖北 我帶他去看湖北 湖北有一個人 他說我們家的這個母雞 被大雪掩埋三天了 不是 還活著嗎 他三天找不到雞 對 發現被大雪掩埋 結果他拿樹枝去碰它 我們剛剛看到 好 你知道 它動了 脖子跟頭先動 好 來 它是說 這隻母雞當時它是要生蛋 但是後來因為大雪降下來之後 它一直直接 來不及跑 母雞就固守 固守它的窩在那裡生蛋 但是困了三天之後 他竟然求生意志這麼強 對 很強的生命力 但講到這個 我給大家看一個很有趣的 剛剛那時候很溫馨 我給大家看一個是 蠻有趣的影像 這在日本 日本怎麼有一群鴿子 就在這幾塊磁磚上面不走 為什麼 大家看一下 而且你有沒有發現 不走就不走 還不動 然後大家再看 還很開心 他的表情看起來很陶醉 對 發生了什麼事 來 解密 因為日本也冷 可是這個地方是 金剛的熱海市 他們這些鴿子所在的 這個地方是一個足湯 免費足湯 泡腳的 因為那邊有地熱 很多人來這邊 腳就會去泡 現在換鴿子來泡足湯 鴿子也怕冷 鴿子是乾燥型的動物 他們怕冷 所以現在他們那邊冷 鴿子就要來泡足湯 所以他不動 所以他很沉 很沉浸於這樣的一個 腳很暖的這樣的一個感覺 所以露出了滿意的表情 不過剛剛我們看到的是極東世界 另外地球另一端 則是出現了 淹大水的是巴西 我們來看巴西 11月的時候 G20領袖峰會在這邊舉行 要討論的就是極端氣候 沒想到現在巴西正很諷刺的 遭受極端氣候的這樣的一個災難 要來討論極端氣候就沒有 自己現在正面臨極端氣候 我們來看他所遭受到的是洪水 巴西就講他們前陣子遇到了大雨 那我先把鏡頭帶到巴西利亞 這是巴西的西部的一個城市 大家看一下 你相信嗎 他們這個城市現在變成像 威尼斯一樣 必須以船帶車 直接用船才有辦法在陸地上行走 因為它整個城市就像孤島一樣 全泡在水中 我引用巴西利亞市長所說的話 他說他們這一次的水深 是將近快要破他們的歷史紀錄 也就是說他們是史上第二大的水患 有一萬多人被迫撤離 整個城市現在已經發布緊急命令 那因為他這個巴西利亞的這條河 整個水位是逼近了歷史紀錄 所以才會造成他整個巴西利亞 像孤島一樣 那這條河流到哪裡去你知道嗎 流到玻利維亞 所以鄰國玻利維亞 也是一樣 他們北部有個城市叫科維哈 也是一片汪洋 所以你現在看這個畫面 你會發現整個城市只能等待水退 不然就是 這就是我們剛才講的 布里維達 各位 一樣慘 好 那這邊看到的是南美洲 巴西在他們的里約熱烈盧州 出現了這個驚心動魄的畫面 你有沒有發現有一個公車 上面有人下來去救 被洪水圍困的一台轎車裡面的 母女三人 有沒有看到 我們看到現在這個男的 這個我們講的這個鄭義哥 他非常的勇敢 因為當時他在公車上面 然後經過這邊看到有一台轎車 上面有母女 然後母女三人被洪水圍困 他覺得應該要當機立斷 趕快去救 好驚險 因為如果不救 他們怕說這個轎車到時候很可能 會不會洪水錯 果然公車上的這位鄭義哥 一救完母女三人 這台車整個就被洪水給沖走 真的是非常驚險 好 那我們再把鏡頭移到 布利維拉隔壁秘魯 秘魯的馬丘比丘也是遭受暴雨之苦 你知道馬丘比丘是當初印加帝國 古歷史文明的所在地 對 它是一個知名的景點 沒想到遊客去玩 就遇到了我們剛才所說的 這樣的一個暴雨 這其實暴雨就是一連下來的 從巴西亞 布利維亞到秘魯 兩個遊客當場被山洪爆發 因此而失蹤 你就知道整個南美洲 全部都被暴雨所困 可是鏡頭往上移 到中美洲的墨西哥 雖然沒有暴雨 但人家卻有恐怖的火山噴發 這其實也不容小覷 我們來看 這個火山叫勃勃卡特佩特 非常有名 它俗稱煙風 為什麼 因為它噴發的頻率 比一般的火山還要高 所以每次噴發就是這樣 濃煙密布整個 感覺威力很強大 當地的整個天空 你看從地上往上看 瞬間變陰天 很壯觀 因為整個火山灰會布滿了天空 導致整個都是霧茫茫一片 它已經連續噴了77次 所以現在墨西哥政府有講 當地的民眾隨時都要做好 撤離的準備 好 你現在看到又是雨 又是火 水火無情 水火無情 不過我帶大家去看 講到火 美國的德州 最近到處燒野火 美國最近也不安寧 對 你知道 這個我給大家看 最新德州的畫面 美國德州野火 現在燃燒的面積 已經相當於有4.3個台北市值大 而且它的野火 不是只有1起 2起 它有4起野火 所以你現在看這個野火這樣子 怎麼辦 你只能設火線 然後讓它的這個 繼續燒 我們講 燒到某個地方 燒到一個地方停損 你只能這樣 其他就是放讓它燒 我給大家看另外一個更驚恐的畫面 這驚恐的畫面是有人發現 他們家的牛 牧場裡面的牛 有沒有 火不是燒過來嗎 那你是牧場主人 你能怎麼辦 一頭一頭救嗎 沒辦法 所以他就乾脆直接把那個 霧場的門打開 讓牛自己去逃生 另外有一個畫面 是 剛剛你有沒有看到 有一個人他開車 他沿途開 沿途拍 他就讓你知道整個公路兩旁 全部都是森林野火 這個很危險 其實我很佩服這位老哥 他竟然還敢開過去 當時發生大火事件 來了 你覺得這什麼 火龍捲 就你說火燒一燒 如果又伴隨著一陣氣旋吹過來 就變火龍捲 他可能自己都會犧牲 對 這個人很勇敢 但是他就是要讓你知道現場狀況 所以他就深入到這個 我們說的火場的中心 所以你不管是牛 看到就往反方向逃命 還是說讓你看到現在 德州的野火燒到火龍捲都跑出來 你就知道目前美國 則是被野火所困 4.3個台北市大號 好 但是我剛才說 水火無盡村有火又有水 美國的南加州 南加州它有一個地方 它是豪宅林立 靠近懸崖邊 可是問題是這懸崖怎麼了 怎麼光凸凸的 來 我們透過空拍的畫面去看 這三座豪宅 你去看 中間那一棟最大的 大概是5億多 右邊那一棟是4.4億 還有一個懸空的 已經整個地基被掏空了 是4億 住在這種地方 中文哥 你跟我開玩笑 這是豪宅 我覺得它是豪宅 它真的是 我覺得比較引人困惑是 怎麼發生這現象 對啊 這下面的地基很危險 德州鬧野火 南加州鬧暴雨 暴雨 暴風 導致它整個山洪爆發 土石流掏空的地基 所以你就看到最前面那個 已經是掏空 早就撤了 後面那個 我們剛剛看到的畫面當中 右上角4.41的夜側 不過我跟大家講 很令人意外的是 中間那棟最貴最大的 5億的裡面住了一位老醫生 他不蹭嗎 打死不走 為什麼 他說極端氣候又怎麼樣 我在這裡住了一輩子 我從來也沒有被極端氣候 我告訴各位 極端氣候有時候真的會 超乎你之前的想像 現在全世界不是急凍 就是暴雨 不然就是野火 人類如何在這樣的 惡劣環境下 能夠繼續生存下去 也難怪 G20領袖會議在巴西11月要舉行 第一個要討論的 就是極端氣候 正界 雙界 演藝界 跨界揭秘 重案 選案 封擊案 拍案 驚奇 新聞內幕 獨特觀點 釐清事實 破解謎團 我是陳明君 我是李嘉明 盡情鎖定 五七希望王 真相不漏網